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一对夫妻的榜样 中国大陆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 叫做Mamma Mia 它成立的宗旨是要点燃绝望祖父的盼望 让少年时有过歌星梦 但却因为成家等因素而梦想搁浅的祖父们 可以在节目内一盏歌后完成梦想 其中有一集的参赛者 是一名眼睛已经失明的年轻少父 他过去曾经是模特儿 但在一次演出后 当他回到后台 突然眼前一片漆黑 看不到前面的路 经过医生检查后 发现是视网膜色素变性 是一种罕见疾病 随着时间过去 他的视力只会越来越模糊 直到失明 每一位医生都说 他的未来一定是个盲人 他听见医生的诊断后 突然觉得生命暗淡无光 在沮丧之余 他加倍努力地工作 持续参与模特儿演出 接了车展活动 各样走秀等等 可是那时候 他身上已经有很多的伤痕 因为常常因为看不清前面的路 壮壮叠叠的 直到一次的机会 他遇到了他的先生 生命才有了新的转机 那时候虽然他还是一位模特儿 但明显地视力不好 而且未来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位盲人 所以南方的家人 没有一个人赞同的 但他的先生三番两次 在他的家前等他 终于感动了他的心 两个人就结婚成家 结婚后又有一个新的挑战 因这个疾病是不允许生孩子的 生了孩子只会加速眼睛恶化 果不其然 他生了第一个孩子大宝 几个月后眼睛就失眠了 之后他们又生了恶宝 而且他持续工作 写文案 安排模特儿及演员戒案 一路上 即使他看不见孩子长成什么模样 生活可能也有很多的不便 但先生都不离不弃 陪伴他到底 对比于现代 合则在一起 不合则离的素食婚姻 这一对夫妻之间的感情 显然更加宝贵 圣经里也有一对 令人敬佩的夫妻 就是雅俱拉 白吉拉 这对夫妻的第一个特色 就是同心同行 形影不离 圣经六次提到他们 每一次他们的名字都同时出现 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织帐篷 一起学习 一起服侍使徒 这种深度的联合 正是婚姻的内涵 也是成功婚姻的第一个要素 今天许多婚姻的悲剧 就在于没有经历到 这种夫妻二人的联合 有人说东方人的家庭观念 是着重上一代 西方人的家庭观念 是着重下一代 但亲爱的朋友 上帝给人类第一个婚礼 所着重的不是上一代 也不是下一代 而是这一代 圣经是以这一代 作为家庭的基石 当夫妻二人的爱情 婚姻稳固了 上下三代就自然稳固 有一本书说 上帝给家庭的第一道命令 不是孝顺父母 也不是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而是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上帝给婚姻的第一个命令 而夫妻的联合 不单是指地理距离 空间上的靠近 更是指在生活上 各个层面的亲密联结 没有一个婚姻是不用牺牲的 但牺牲会带来成全信任和爱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学习效法 这两对夫妻彼此服事 让自己的生命 可以成为彼此的祝福 你的婚姻将到次干涉 越来越甘甜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爱是永不止息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更多的